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 心靈分享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情人 突然想唱一首歌 唱一下林一年還是Beyond 情人 其實這個世界上 你想找到自己是誰 你想知道自己是誰 想遇上未知的自己 沒什麼好得過就是拍拖 我很久沒拍拖 但是我從小學 我從幼稚園已經認識暗戀人 不要過分 很有趣的事情 我後來才想起 我幼稚園暗戀我旁邊的男同學 他的樣子後來 就是我最小的那個小侄 所以很有趣 我最近有越來越多訊息 越來越多資料給我 就是 我們外面的那個世界 我的世界 我的宇宙 真的是我頭射來的 有一天我在想 小B 小B 小寶 跟我之前的兩隻貓是很像的 我之前有隻貓 第一隻貓叫做 Charlie Charlie應該是男生來的 然後第二隻貓叫Baby Baby好像是女生 我現在沒有記錯 不然不會叫做Baby 小B Baby和Charlie 好像一隻貓 好像是同一個靈魂 然後隔了一段日子再來投胎 然後小B 小寶 就像什麼呢 小B 小寶 就像Baby和Charlie 的混合體 即是他們拆開了兩隻 就變成小B 小寶 有一天我在想想 有一點 又不是無管動的 怎麼說呢 有一點 很詫異 咦 為什麼我三次養貓 那些貓這麼像呢 然後有一天 就想起我某個男朋友 叫做Gary Gary是英國人來的 我們拍拖和散了 我都起碼有十年至十五年了 即是很久了 而且他已經結婚移民了 所以 我講他的名字也沒什麼所謂 而且Gary Gary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 我第一次想起Gary 接著我想起 我之前的五個男朋友 其實我呢 我真的是愛情動物來的 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在這裡寫著 我的男朋友 到底我和多少人拍拖呢 正式叫男女朋友 我就五個 但是後來我發現 三個月貨仔 有幾個 然後 如果去過一次階的那些 就幾十個 然後有些很短很短很短的關係 都有四五個 有些叫做Dream Husband 即我夢想的丈夫 就有兩個 一個菲律賓人 一個就是法國人 法國意大利混血 然後這些開不出花的 就有1 2 3 4 5 6 起碼有六個 就是初抬了很久 以年而計 然後跟著 總之 搓來搓去 煲來煲去煲滾水 都煲不成那隻 很多個 然後我就發現 Oh my God 原來我拍過這麼多拖 然後我發現 當然啦 拍拖的時候 無論是由相識 大家在這裏 講得逐些 混來混去 然後跟著 去到真的 大家確認 大家男女朋友 然後跟著 大家發生關係 或者同居 或者沒有同居 其實 就是 中間很多感覺 很多情緒 是吧 但是現在 去到我 現在這麼一把年多 當然 如果有120歲的話 我還很年輕 如果我有 我真的要買那張桌子 這張桌子 真的是現在的 按一下按一下 動一點都震了 那如果 就算我有 現在 香港女士的平均年齡 好像98 還是 90幾 不是 80幾 前兩年86 現在可能88 那樣 那我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30年 玩 然後 Anyway 原來 我回頭 人生 其實所有 成敗得失 所有 戀愛 失戀 Fall in love Fall out of love 事業高峰 然後被人兜出來 在找工作 無論你是什麼光景 OK 你是什麼光景 無論你是什麼情緒 什麼感受 其實都會過去的 很多當時覺得很嚴重 覺得是死了一把 那些的感覺 去到我現在的感覺 即我現在的年紀 我回頭看 完全是一口笑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活於當下 以及每一件事 不要太認真 哪怕是現在的情況 很多人失業 失業 很多人 失業 不是失業 又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講錯 哪怕是失業 或者是有很多人很緊張 要轉工 快怕沒了一份工 其實什麼都不用怕 我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 曾幾何時 曾經 我覺得 為什麼我的命這麼苦 為什麼 我明明是有這麼好的條件 這麼好的語言天分 這麼狠熬 很薄 又有義氣 然後我又有學歷 為什麼我經常都是 去到一個高峰 被人炒下來 去到一個高峰 被人踢走 然後亂我失敗 那麼多次 然後 那些錢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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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OK 就算相準 去年8月是高峰 然後 現在 就是 不是很好 總之 你明白 當然 我不是很害怕 因為我是這個 Marketing Genius OK 我會找 我會把我失去了 這個 用了十幾萬 在這個apps 找回來 很快的時間 要找回來 Anyway 這樣 我想說什麼 就是 今天可能會長一點 哈哈 如果你喜歡聽我講長的話 你會很高興 因為我講到工作 亦都講到將來的事 節目開始 我就說 其實沒有什麼好多個 在你的情人身上 去學曉你自己是誰 我不是說 在愛情得失失那裡 去找到自己 而是說 我發現 我就說 我最後一個男朋友 我最後一個男朋友 有Garry OK Garry 是一個英國人 OK 超級英俊 他是英俊 但不太高的 Garry 可能高我一點 可能五尺六 在外國人來說 他都算矮小的 但是 超級英俊 他基本上 有時候 我們兩個 在錄影店裡 租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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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DVD 我們兩個 站在那裡 有些少女 十二三歲 是看不到 不停的 是完全看不到 我這個女朋友 在旁邊 然後其餘的 不用說 十幾歲 她吸精 吸得很厲害 很吸引人 一個人 然後我就發現 很久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 你要時間 去Dep 清楚事情 是什麼 還有學習 在哪裡 我以為我很喜歡 Garry 很愛Garry 事實上 我想我有 我真的曾經很喜歡 他 否則就不會滑溜 那麼多年 然後有日我發現 其實 我喜歡他 因為我喜歡 某些特徵 然後其實我很想成為他 或者我很想 要他那堆的特徵 我舉個例子 我講的 Garry 是什麼人 他本身 他是1997年 由英國來香港的 然後 他就做網頁設計 做網頁設計 那個年代很新的 做網頁設計 我第一個網頁是他設計的 只有那二十幾頁 二十幾頁 收了我四皮 那個壞人 然後 之後我們就 拍拖 然後 然後 有趣的 就是 他很喜歡 游艇 買了第一隻 游艇之後 就在游艇裡睡 那時候 買了一隻 游艇是二十幾萬 很便宜 當然 有其他 拍船費很貴 油費 很貴 但他很喜歡船 然後 後來 他自己做網站生意 賺很多錢 然後 就轉型 去做船生意 然後 船賺了很多錢 就開始做地產生意 所以 他很早已經退休了 他今年應該 五十 五十一二 但他四十幾歲已經退休了 後來 後來 結婚 娶了太太 跟他很相似的性格 但 那不是我想說的 我想說的是什麼 我自己看工作 特別最近 2020年一月 我就想了解一下 我們公司 做這個客戶服務 是怎樣 他自己做了一個月 這個客戶服務 結果 我用幾個字來形容 我的這個 這個角色 就是什麼 Tedious Tedious and Tedious 就是 好煩好煩 和好煩 救命 然後 我發現 但 我回想一下 Garry 他賺錢的方法 是很 Fun-loving and 很 Profitable 他自己做的生意 那三個生意 是 很好玩 很賺錢 和 是說 有個 有個 尾的 有個 Ending 不知你明不明白 什麼是有 Ending 就是 Project 很多時候 我們做事 如果 就算你做生意 你做一件很喜歡的生意 例如我做雙聚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但是你一定要有個 Ending 什麼是 Ending 一般做生意 你應該整個生意的計劃是什麼呢 就是三年之內 第一 要不就是賣盤 你預算三年之後有人買你的盤 可能是一百萬二百萬五百萬一千萬 如果勁抽那些 譬如Victorian Secret 那些就是五百萬賣盤 五百萬還要是說 N年前買盤 然後是 Zoom Zoom.com 是幾百億 那樣 買給人上市 OK 當然我們相對 就不會 應該不會去到這樣的 level 這樣 但是你做任何生意 哪怕你是做一個 涼茶店 或者是魚蛋 賣魚蛋 牛丸 或者是我們做網台 做什麼都好 你要預算三年之後 第一是賣盤 第二是上市 第三是什麼呢 就是Franchise 或者是 第四是Partnership 這三樣 這幾樣東西是其中一樣 賣盤很簡單 剛才說了 買了 第二就是上市 上市就是 譬如說你一年可以賺到二千萬左右 二千至四千萬 那你就可以是 新版上市 現在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講以前 一年大概有二千萬的 即是Running生意 那個business volume 你就可以申請上市 這樣 第三樣就是 Franchise 譬如說你是涼茶店 你是賣實體的東西 你就可以將 你自己變成Franchise 然後你Franchise 你的生意之後 就賣給一些Franchise 即是我是Franchis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連鎖店的店主 然後你賣 那個Pattern 買一個模式 給這個連鎖店 賣給別人 去做連鎖店 然後你教他怎樣經營 另外第四就是 Partnership 譬如說我做商聚 我做得很成功 然後就 我覺得累了 或是我想玩新鮮的東西 玩厭了 玩了十年 然後 然後有人說 你搞得這麼好 說實話 我們每年都賺錢 不是呀 做了一年半 那不就是賺錢 因為一開始我們已經是 義工身份 好 然後有人說 Essa 我想買了來做 但是我們想改一下 角色 改一下內容 我OK 然後就買給他 然後我自己保留20% 我自己保留20% 然後他繼續做 然後我就分他的 profit 20% 然後可能我是有 say或者是 no say 然後可能我三千萬買給他 所有生意是要有個Ending 如果你沒有Ending的話 譬如說我自己做商聚 我也做了八年 老實說 開不開心開心的 但是我都會覺得悶的 有時候 第一就是 因為我個人本身是怕悶的 我個人是 我很疑悶的 所以我現在住了這裏 住了兩年半 我已經想搬屋了 然後有時候就 但是搬屋 Essa 你現在這樣的年紀 這麼多工作 然後搬 因為搬屋很勞 但是我經常搬 所以現在住了兩年半 其實這裏屋子還很漂亮的 海景也很漂亮 那我對貓也很好 但是我 我就開始 癢癢地了 開始癢癢地 就是好不可以搬屋 我想搬近一些城市 可以不可以回商聚 回會志 不用搭車 Anyway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心裡都是這樣想的 就是現在做了八年 相聚一台正式成立的話 就是今年六月就是兩年 是不是 那我就想做到三年 或者是四年 就可以做其中一件事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 either是上市 或者是賣盤 或者是Partnership 或者Franchise Franchise 應該不會的 但是我想找人 繼承我這裏 然後跟著我又可以 move on 做另一件事 是不是 我想做什麼 其實我蠻喜歡建屋的 我喜歡建屋 我喜歡做家師 我喜歡做廚師 這三行我蠻喜歡的 我以為我喜歡教幼稚園 但是不要了 幼稚園抹了它 小孩子很吵 好煩 然後跟著我看回 其實現在我在做的事 第一 不是很賺錢 第二 我所謂不是很賺錢的話 有起碼一千幾百萬 叫賺錢 如果一年賺一百幾十萬 那些哪叫賺錢 一個月都沒有十萬八萬 我的淨收入 就不是叫賺錢 不是賺錢 第二 不是很分 對我來說 因為我悶了 開始有點悶 第三 就是 沒完沒了 不斷做訪問 做訪問 然後就放上去 然後不斷有人不問 我登入不了 我登入不了 然後你又解答它 那些東西是重複重複的 但我發現 重複得 兩三年 一兩年 因為之前我們沒有這個問題 以前放在youtube都給人看 我開始悶了 然後我就想起 為什麼Gary可以四十幾歲退休呢 他現在很富貴 娶了一個太太 然後生活好無憂 然後世界各地到處去 去 去 駕船 駕艇 和 世界級的朋友去交往 這樣 我覺得挺開心的 我未必是要他這樣 因為我是渾船浪的 所以不要搞笑 你喜歡這個男朋友 男朋友有很多隻船 然後你渾船浪 你真的 唉 拿來搞 然後 然後我看回 我另外一個男朋友 我不說名字了 因為這個真的是香港人 還有他有頭有面 就不想提名字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導師 OK 我們 由拍拖到分開都有 我想 差不多三十年了 差不多三十年救命 為什麼時間過得這麼快呢 然後我發現 其實我們每一次戀愛 其實你是愛上了對方的特徵 我其實很羨慕 那些人 第一 我發現自己愛上的男士 有些特徵 通常都是 很自我中心 很自我中心 當年 曾經 因為現在大家年紀大了 變了另一個人 但是以前我們相識的時候 都是比較自私 自我中心 然後跟著媽媽很疼 對於家人沒有什麼責任感 以至到他們是 事業發展得很好 大部分事業發展得很好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我很想成為 原來我很想 因為我只是 作為一個女士 你知道你女人 很多感情負擔 年輕的時候 又怕嫁不去 又怕沒有拖拍 拍拖 又有很多事情擔心 其實感情關係 是女士最大的壓力 然後你結婚之後 又怕沒有兒子生 生了兒子又怕老公不愛你 又怕腰太粗 然後又怕夫妻關係 很難揹 又很多事情擔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年紀 五十多年很爽 非常爽 為什麼呢 第一 我結婚有什麼所謂 五十多 兒子一定生不出 暗瘡都飆不出 沒說生兒子 生得出都不會生的 OK 然後就是 結不結婚已經是一個問題 因為 即是 不需要 所以 現在作為一個女性 是很爽的 我沒有任何壓力 我不在乎 那些人怎麼看我 是不是 都在乎 都在乎 但不是以前那種 然後我發現 其實我以前 喜歡過愛過的男人 他總是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是很想要的 例如是 就是 success driven 或者是career driven 即是 他們是很 成道主向 成就道向 或者是這個事業道向 即是說 很忠於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 其實我就是這樣 其實我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我 我就就是這樣 然後 很開心 大部份的時間 我見過那些男朋友 我都很開心 可能因為跟我拍拖 所以很開心 不是 其實他們本身 很開心 還有說 很有成就 其實原來我很喜歡這些 於是 我就想 我怎麼 我怎麼可以 將我現在做的事 變得有趣 這就是 我今天想和你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未來的日子 大家要學會一件事 就是 放下 放下 香港 不會回到以前那時候 不會回到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甚至不會回到去去年 OK 或者前年 我今天呢 在那邊走 在那邊走 在那邊 我們浪翠園 深井 走在那邊散步 然後我一邊想一邊想 其實原來每一個時刻 過了就是過了 的 60年代 香港很窮 70年代 香港開始起飛 開始工廠起飛 很多我們父輩 即我們父輩 那輩的人 開廠 很多成功了 80年代 香港經濟大起飛 香港是一個大的輸出廣 很多蠟燭 成衣 香港是全世界 曾經 全世界最大的蠟燭出口的地方 成衣製造 然後很多工業上的產品 塑膠 這樣 不會再回來了 因為 香港已經沒有了這個條件 另外就是 香港工人很貴 而且不會 工業已經在香港死亡了 農業更加不用說 香港哪有農業 沒有的 有本地搞不定 然後就是 財經 財經就 已經被內地取代了 然後很多行業都失眉了 譬如貨櫃碼頭已經是失眉了 已經被上海很多地方取代了 然後現在剩下什麼 就這樣說 香港有750萬人或以上 其實基本上 只是做內銷產品 我們其實已經是一個 好好做的地方 所以 大家要有心準備上什麼 第一 你以前有多威 以前有多 賺錢賺得多輕鬆 你多高望重 其實都是要等低的 我不是剛才說的 為什麼我這一生 這麼多起跌跌起跌 我以前覺得 簡直是很不公平 我覺得老天爺 對我好差 或者我前世做了什麼 壞事 還是我家族有什麼業障 早前有什麼業障 然後我做大女的 要來還債 但是今天 我是在海旁散步 在沙灘邊散步 我突然想到 其實不是 但是 其實是 當然是 靈魂藍圖的層面 是我自己選的 這條路 然後我選的是 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無論是感情 無論是事業 無論是金錢 都是這樣的 我的人生圖 比恆生指數更厲害 然後 然後 為什麼呢 就是 最近很多人跟我說 接下來2020年會怎樣 世界經濟會怎樣 然後我們會進入這個黑暗時代 然後 那些什麼 我想 是覺得怎麼算呢 然後 我〜 今天我明白很多事情 就是 其實有什麼該怎麼辦 其實最差的是甚麼 最差就是 沒有整個房子 沒有房屋 一會抓住 行企社 限制沒有了 然後 的銀子都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要在深水埗橋跟別人欠個位來睡 然後我要吃黑食 夠壞了吧 然後一生都是生病 然後沒有錢去醫治 因為已經沒有人認識我了 那也是這樣的 因為我曾經試過很多次 我辛辛苦苦 我自己一手經營一手創造的東西沒有了 全部沒有了 一天之內沒有了 無論是感情什麼都好 然後到今時今日我看回頭 我發現每一次我要從零開始 由零開始再去創造一個事業 例如雙腳台 例如雙腳台 九月九會所 會志社 我自己健康 現在又要重新上腦 其實又如何 都是這樣的 而且只要我肯歸零 只要我不把我現在做的事 和我以前去比較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痛苦的 就只有創造個快樂 所以未來的日子 大家不要再想 不要依戀你以前的一份工作 不要去貪戀你以前曾經擁有的東西 無論是Title 無論是公司卡 無論是公司的房屋津貼 或者是車 什麼都好 全部等下他 全部等下他 然後問自己 OK 問自己 我喜歡怎樣賺錢 我想怎樣去生活 到底人生的下半場 我想怎樣去創造 你可能會說 你不明白的 我又要養子女 又要供樓 供書教學 我很多責任 我一定要找回一份工作 是 有四五份工作 我才可以生活到的 這個就好像 之前我說 我有個好朋友 他就是了 兩夫妻欠落好像 二百萬還是四百萬債 如果你 你以為我講 你 我認識幾個人 你不要想多了 然後 我就是這樣跟他說 其實你不要做銷售 你轉回行 你自己喜歡做的 他說不行 我們欠落很多債 結果欠了二十多年之後 就爆煲 結果又是從零開始 一樣是做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所以我會說 你不要管 或者不要擔心那麼多 你如果現在踩了這份工作 是很好的話 你開始去創造自己的夢想 有什麼事情你也想做 然後又或者不是 我已經被人解僱了 然後我沒有什麼一技之長 我又不知想要什麼 不要緊 就由零開始 其實我當年也是這樣的 2005年我也是由零開始的 但是我也是去到2012年 7年後 我才開始接觸到網台 都是接觸到的 未賺錢的 然後做到20 網台 我們是2018年 6年後 6年後 我們才開始收台費 那你在講多久 2005年我被人兜 2016年我們開台 11年 都 其實我和你一樣的 都是我去到2007年都沒有錢 全部錢都沒有了 又情緒抑鬱 然後我發現 原來之前 我的人生 起起跌跌 起起跌跌 不見了那麼多 創造了又不見了 創造了又沒有了 第一 就是訓練到我的EQ非常高 我本來是一個EQ很低的人 很多情緒 經常覺得被傷害 經常覺得人家這個世界對我不公平 媽媽不疼我 我沒有人要 我很多受害者的對話 然後EQ高了 另外就是 我的戰鬥力是極強的 我的戰鬥力是非常強的 我以前已經是戰鬥力很強的 我不是說過 如果我做了一份新工的話 我基本上 我可以一個月之內摸通 你的工作是怎樣做 然後我可以創造很多佳職 然後到了2005年到現在 2020年 即是剛剛15年 相對於已經上軌道 我找到我人生的方向 人生的目標 然後我發現 都很艱難 因為網台真的不容易做 然後我集合我自己 無論以前是基督教 學巧的靈性上的東西 祈禱 然後在我身心靈界 我學巧的 向宇宙下訂單 吸引力法則 以至到最近的 讀書會 是總指法則 業館法則 將所有的東西 大炒雜感 以及我自己學過 programming 怎樣program我自己 去成功 不斷晚上和自己說 我多少錢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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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comes to me easily and effortlessly Money comes to me easily and effortlessly 即是不斷去program我自己 然後我就殺出一條血路 然後我就知道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其實我是來安慰你們的 其實我現在的工作 就是來安慰大家 因為接下來的日子 可能會好 因為 Vincent Pan 電話給我 她就說 其實Esta 中國一定能搞得到 中國就 當然大家不要想政治 很沉悶 今時今日不要再說政治 中國好我們也有得好 對不對 他搞定了這個新冠的話 我們香港才可以賺錢 對不對 外國就是外國的事 你說我自私就這樣說 大哥 先搞定自己 然後 也有機會是什麼呢 就搞不定了 搞不定 為什麼大家一鑊捉 一鑊抱 然後 然後 又游靈開始了 那我現在 到今時今日 如果你跟我說 我要游靈 就算是相聚沒有了 有時候 我有時候會想 不如回大陸住 不下來住 拍東西 我就照拍 每天拍 心理分享 不拍著相聚 或者相聚在內地 見到什麼 interesting的人才拍 是不是 然後全部 成了字幕 然後整個大中華區 將相聚賣出去 然後 只是我賺referral fee 我賺到 哈哈 好開心 為什麼講講講 這件衣服越來越低 好了 然後 我發覺原來 我前半生發生的所有事情 所有的事情 無論是我戀愛 然後是我自己的創業 然後到今時今刻 我發覺 其實我每天都在創造 不斷有調節 就是怎麼可以做得開心 怎麼可以 榮神億人之餘 我自己有賺錢 如果 我自己不賺錢 然後大家說 Esser 你做得很好 你繼續做多些 但我就餓死了 那當然不可行 還有 聖經也說 傭人德公教是應該的 是不是 又或者反過來 我做的事 就是 我賺大錢 但是 不榮神識人 但我養 榮神億人 但我養大子女 我沒有子女 我養大子女 我也是對的 沒錯的 但更加好的就是什麼 就是好像格西說 第一 你賺到錢 賺到錢 是很重要的 第二 就是你很開心 你做得很開心 第三 就是什麼 就是 利人利己 是對社會有貢獻的 當然所有事情 就是三樣一齊 就是最開心 所以為什麼我做商 做得那麼開心 就是這樣 好了 就說到這裡 今集比較複雜 一點 如果不明白 就回頭 又或者在我們 youtube的下面留言 OK 再多提大家一次 我們星期日就會有這個 錄影 就是Peter Phone的錄影 就是3月22日 星期日下午2至4 只限會完 OK 就收13個人 然後 Peter應該會有小禮物給大家 OK 我會提他了 然後 下個星期四 26日 就會是奇門遁甲 今集《道術不求人》的第三輪 我們會送書 因為高師傅說自己可以做了Zoom所有事情 所以我就不用再請人了 還有 會送一個Free的Section給大家 大概20分鐘 可以面見 也可以電話聊 第三 今集 今次上課 就會有Zoom的錄影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我們所有的錄影 可以翻兜 因為奇門遁甲也不是那麼容易學的 都是有些少少天分 少少勤力 這樣才行 其實各樣都是 大哥 我告訴你 一上就認識你也不要相信 第四 今次奇門遁甲的教材 我是會參與去設計的 特別是第一課堂 後面那些我不會干預 以至讓大家的底部更加容易吸收 好 還有什麼呢 就是3月28日 3月28日的Astor下午茶004 第四雲 就會在黃金海岸的露天茶座 然後 我們會有特別嘉賓 特別嘉賓 是非常嚴重 是大家未見過的 所有這些資訊 都會打Whatsapp 給Francis 有三個活動 有位置你才會付錢 沒有位置就不要付錢 除了奇門遁甲 錄影是99 露天茶座 9個9 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